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歌 您熟不熟悉 这首歌啊 我们大家在从小小学的时候音乐课本里 每个人都唱 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学舞大概就是 这首歌 说老师 我小时候我也跳过心跳舞 你不信你还看这种基本功的动作还是不错的啊 看你不出 我跟你讲 就是这首歌那么熟悉 但这首歌的作曲家您知不知道是谁 我到最近才真是到处都听到它的大名 所以我好兴奋今天能够跟他坐在一块 请到这位作曲家到我们现场来访问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王洛宾 王老 您好 王先生 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呢 我们先来请观众朋友听一首您的大作 叫做先请您的盖头来 好不好 好 我们一块来欣赏 对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王洛宾 今年81岁了 多年以来呀 生活在大西北 有很多朋友啊 都以为我是西北人 其实呢 我是北京人 我生生在北京 到了大西北嘛 我就发觉我们新疆的民歌特别美 新疆的民歌呢 它有个特点 就是它除去旋律的美以外 它还有文学的美 也就是民间文学 每一首新疆的民歌 都是音乐加文学 大家可以想象到 我为什么在西北一住 住了五十多年 就是被西北的宁歌迷住了 作曲 李宗盛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眉毛 你的眉毛细又长啊 好像那树梢的晚月亮 你的眉毛细又长啊 好像那树梢的晚月亮 帰发相你的 penis 穿起来你的癩 helps 现在远带来 现在远带来 让我看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比女的良 好像那树梢的缠輝 你的眼睛比女的良 好像那树梢的缠辱 就只能不安 掀起了你的戴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 你的脸红又圆,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你的脸红又圆,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掀起了你的戴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 你的脸红又圆,好像那五月的天银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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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听起来那么喜气洋洋的 而且你看他还那么帅 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再请王老给我们介绍他的生活经历 冰奇,你看看那段录影,不仅仅歌美 新疆的姑娘特别美 王老,当时我在想,吸引您的不仅仅是一些当地的民歌 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那边的姑娘特别美 您这个北京人跑到新疆去那么老远的 的确,那个新疆的姑娘很美 但是跟我没关系 如果我当时已经注意新疆的姑娘美的话 我就不可能写这么多歌 您的歌嘛都是情歌,大多数都是情歌 歌是他们少数民族的歌 我只不过是用极严肃的态度 不过您好像是特别偏爱他们的那种风土人情 对 那当时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是当时是怎么样到西域去 就是中国的大西北去了 那是战争年代嘛 战争年代当时爱国 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北平快沦陷了 当时同学都出来当兵 保卫祖国 我当时跟着同学一起出来 所以是很偶然的机缘 不是您刻意不到哪去的 不是说从小就立志要到大西北 不是的 因为战争 但是到了大西北以后 的确让我们西北的民歌紧逼住了 我们西北的民歌因为它过去在丝绸道路上 在一千多年以前 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一个大的交流 就是从骆驼队通过这个磁绸道路 这个音乐文化呢 他们很新英 有一定的魅力 恰好我过去学过几年音乐 所以一到那 一到了西北就没有动 一直待了五十多年 听说您的每首歌后面都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像刚才那个掀起你的盖头了 就后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人的故事 那么给文强讲 这可以 因为这个歌唱了五十多年了 在这个大陆甚至海外 我们的同胞都认为 这是新疆在婚礼上先盖头的一首歌 实际上不是 不是吗 新疆少数民族 他们是伊斯兰教 现在当然开放了 过去呢 据我的老朋友说 过去在一个家庭里面 哥哥很多年不知道兄弟媳妇是什么模样 脸都盖起来 都是他在房子里面不带盖头 一出来好像一个面帘似的都放下来了 放下来以后只有他自己的丈夫跟他自己的娘家人在最早最早 他们很封建 所以他们戴这个帽子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有点回教的味道 对 这个帽子 实际上这个掀起盖头呢 是维吾尔他们的乡土游戏 比方鸽麦子 鸽麦子大家都很累了 就集中在一个场子上面 一般是老年人 老爷爷用这个腰带 他们的腰带是方的 蒙在脸上 对对对 所有的孩子们就围着老爷爷跳 掀起你的盖头 一掀是爷爷 所以也不是那个 爷爷爷就是做个怪模样 就说孩子们好好的在干活 是这么回事 就是在这个农村里面一个乡口的游戏 一个躲梦梦一样的 对 不是结婚的时候 掀这个新年子盖头 你要真掀的话 你新郎就拿刀子给你拼 对对对 很保守 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盖头 洞伐花竹叶那个盖头 汉族那个盖头是接盖头的 这个少数民族这个掀开的一个乡土游戏 不过这首曲子说起来五十多年 那个时候啊也没有唱片啊 就是怎么传传传传到这么远 大家都会唱 对 不可思议 这个大概是1940年左右吧 我在西北一个维吾尔朋友 他做生意的 我跟他学的 学了以后我就传开了 因为战争年代呢 人的流动量很大 很大 您是您跟他学的 这不是您做词作曲的一个 没有 是他唱得很好听 我当时用一个铅笔 把这个曲子记下来了 在他这个朋友呢 他上过大学 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 所以后来我还有一种感觉 就跟他学的比到农村 跟农民学要方便得多 他直接用汉语告诉你什么意思 当时就记下了四段意思 后来又加工整理了一下 马上那时候有个抗战剧团 打日本的一个剧团 我们就用这个首歌表演 来宣传抗战 这首歌是不是您最喜欢的歌呢 是不是 我们最熟悉的 我朋友问过这样的话 说您这一生最喜欢的是哪首歌 我当然写过很多 整理过很多 我还不认为不是最喜欢的 不是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在后面还没写出来 还没写出来 那么王老 我们都很熟悉您的一首歌 叫《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首歌 我们现在能不能一起来听一下 然后请您讲讲 最后面的一个故事好不好 这可以 他就想要知道 你有什么秘密没有 是吧 这个秘密还有一点 我今年八十二了 也不算秘密了 那听一遍吧 就我们在边听 然后边听您讲 您就说好 直接说就好了 这也是在 1940年左右 39年大概是 我们 大陆上有一个 过去是电影演员 后来是很著名的导演 郑君礼 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 他那时候带着一个电影放映队 一个电影设置队 两个队 一个是拍电影 一个是放电影 到青海去了 我当时正在青海做音韵老师 青海当局就让我陪着他们去草原上拍片子 他们拍是祖国万岁 要拍这个藏族的游牧生活 我们当时骑骆驼走了两天 到了海边上 到海边上住在一个 海边指的是青海湖 青海湖 住在一个青海湖家里面 他要选择一个牧羊姑娘 选了半天 发现了青海湖的三小姐 三女儿长得很漂亮 叫捉马 我名字你都记得 这也忘不了 这也忘不了 这个在那游牧场地方就是为他写的 为他写的 这首歌现在几乎人人都会唱 选了以后呢 他就让我扮演他的助手 我年轻时候爱骑马 我就骑着马改羊 捉马姑娘就围着羊群 大概有四百多只羊 围着羊群转 往前走 但是我觉得放羊也有放羊的哲学 他们也是放羊往这边走 走到一定时间 所有的羊都向右转 要这样走 有技术的 然后又这样走 再这样走 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的地点 就是乱跑 就是说 他四个向右转呢 就每只羊都可以有机会吃到草菅 嗯 我老往前走 前面的吃草菅 后面吃草菅 中间的吃草菅 后面就吃草菅了 真有意思啊 前面特别胖 后面特别瘦 是吧 他走的一定时间 这样走了 就是他的右边的羊 又吃草菅了 这样走呢 后面的羊又吃草菅了 这样走 左边也吃草菅了 所以处处都是学问呢 是吧 我就在后面的感恩 桌马姑娘呢 就是调动这个羊呢 这个四个向右转 王老我想请问您 您虽然82岁了 看起来真的很硬朗 像小伙子是 您看着王老走 您认为是不是一个非常乐观 非常热情的人 这个可能是 我自己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很乐观 很乐观 王老那故事没讲完呢 昨晚的故事没讲完呢 我们还有时间吗 有有有 那就是 多动人一个故事 有一次 他不是围着羊群转吗 他转到我的前面 我无意的 我那时候二十几岁 我就拿鞭子 抽了他的马屁股一下 他的马站起来了 但是桌马 他骑马功夫很好 站起来回头看我 又生气又高兴 不知道到底是生气 到底是高兴 好了他也没理我 他就又转了 转到我后面一次 狠狠的 在我脊背上抽了一鞭子 真的打到了 但是不是太狠 要太狠 我现在就没机会跟你们讲话了 太狠的话 那后面大家还有疤痕 什么的 你又没觉得 当时应该他再抽的狠一点 这样的话 有个疤痕 你永远记住 不过 我们相处了三天 拍片子拍了两天 有两个晚上一起看电影 当时那个 当时演电影 在两个杆子 荧幕挂在上面 那边也是观众 这边也是观众 两边看 一边看正的 一边看板的 桌马姑娘骑着一匹马 在后面看 她就招呼我 上她的马一块看 我们俩骑在一匹马上 看了两晚上电影 但是没说过话 我不懂 很浪漫 我不懂藏语 她讲藏语 她不懂汉语 三天没有说过一句话 香港有一个年轻朋友问 说你两个 看了两个晚上电影 骑着一匹马上 怎么看呢 我说你们自己考虑好了 现在不言中了 感情这个东西 真是 言不能表达到 我们好像要暂停 实际上那是二十几岁 第四天就分开了 我们就回城城了 回城城的时候 阿图式的爱情 在路上就构思 于是就写 在那遥远的地方 就写出这首歌了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听 待会再请教 王老啊 您的歌都那么浪漫 您的生活也像 您的歌那么浪漫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去年广州 举行了一个全国情歌大赛 让我去主持这个会 他们还把我叫情歌大王 就有很多记者问 也是像你问的一样 说是您的歌那么浪漫 您的人是不是也那么浪漫 实际上不是 我要是我的生活跟我的歌也同样的浪漫 我现在活不到八十二岁了 就是说我采访明歌的时候 明歌本身是很浪漫的 但是我们又认真又严肃的 我们作为一种工作 并不是我们生活跟那歌曲内容完全一样 是的 西部的生活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跟王老谈话的可以学到很多的智慧 明天 亲身的体验 您当时的一种人生观是怎么样 您经历了那么多生活的坎坷 看起来那么乐观 就是 那么洒脱 最早就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 音乐能使人走向高尚 走向高尚就是最美最美 朝任务 朝着走 不管地下是什么样的地 还是一直走下去 太好 太好了 谢谢 时间又到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见 这也还不能休息 这个不能动 没关系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和观众朋友一起的吧 来欣赏一下那个王老的一首新作 叫我是一杯香茶 这首歌还没发表 好的 你快来欣赏 这首歌还没发表 从来没有印度的桥梁 世上人们都能作证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姑娘 世上人们都能作证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姑娘 万里长空云海茫茫 你是天上明媚的月亮 走遍世上所有地方 只有你占据我心房 四夜茫茫黑夜漫长 只有你给我光亮 四夜茫茫黑夜漫长 只有你给我光亮 我愿变成一点星光 在天空上 在天空上 山在你身旁 星星月亮 合在一起 把这世界 找得更亮 我愿变成一百香茶 让你的嘴唇长到方向 我愿变成一百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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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地方